还有一项就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的同仁一直都很努力 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社会福利 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呢 大家都觉得台北市为什么社会福利比不上台北市 比方讲我一上任老人公车免费车票 20个 台北市60个 人家想说 哎 管顶 那哪20个呢 那哪60个 那我就想说 好吧 我们想办法编语上 让人家行动方便嘛 那我们就编到了 终于升格之后变成60个 可是问题又出来了 他说有些地方可以做 可是有些沿海偏远的地区呢 没有这种设备 他是公路局的车子 或者其他的车子 没有这个设备 怎么办 那我们就今年呢 也在三月底 把所有台北线的 这些大众运输的工具 都装上了这个 悠游卡的这个设备 那每一个老人家呢 都有这样子一个卡 那都可以做免费的 60个的公厕 甚至偏远地方全部都有 全台湾也只有台北线做到 其他连台北市还做不到 全范围的可以做到 那另外一个就是老人家也讲说 台北市为什么可以有免费健保 台北线为什么没有免费健保 他不知道我们已经穷得一塌糊涂了 根本没有钱怎么办 后来升格之后呢 我们现在钱逐渐逐渐到位的时候 我们今年就开始 大概有21万的老人家 他的家庭的综合所得税 在6%以下 我们全部照顾他 可以让他免费健保 我们也开始跟台北市一样了 然后我们又把其他的身心障碍的 所有的福利 弱势的照顾的福利 全部每一项都拿出来跟台北市比 结果可以很骄傲的说 我们终于也做到了 过去台北线的社会的福利 老弱妇孺的福利都比不上台北市 现在我们已经跟台北市一样 甚至有些项目还超过台北市 那这个呢 其实是大家同仁的一个用心 那我争取升格之后呢 我其实最想要做的就是 把多的一些钱来照顾学生的教育 照顾老人家的社会福利 不要让老人家觉得说 这台北县就是差过台北市 台北市就是比台北县要好 我们现在可以并驾齐驱 我们没有输给台北市 甚至在前两天 一个公共的场合 马英九总统说 台北市的富康巴士 他上任的时候只有40步 他离开的时候超过100步 提醒到我 我在刚上任的那年的6月 到伊甸基金会去 我问他说 最需要政府怎么帮忙 他说我们不够富康巴士 我说富康巴士多少步 只有20步 台北市那个时候 已经有超过100步 台北县只有20步富康巴士 富康巴士是在那些 身心障碍的朋友出入的 我们怎么能只有20步呢 我们台北县的身心障碍的朋友 比台北市要多 差不多快一倍 那我就开始想办法 我就定了一个目标 我说好 到去年为止我们要有60步 今年我们要100步 今年年中 我们总共会超过100步 到今年的年底 我希望能够到110步 然后我们跟台北市共同合作 然后费率也是跟台北市一样 然后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 可以大富康巴士 不要小看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就是对于身心障碍者朋友的一种 真正的尊重跟照顾 台北市都可以有这么多 台北县为什么只有20步 所以现在拉平之后呢 我们把服务呢 将来互相连接 我今天也跟郝龙宾市长讲 我说现在是时间 我们可以连接了 因为你台北市的人 如果方便可以叫我们台北县的富康巴士 台北县的人 方便可以叫台北市的富康巴士 我们把大台北地区 所有身心障碍者的朋友的交通 我们一起来照顾 他说好 然后我说我们将来还要一个比赛 我们将来富康巴士 我们比谁多 因为比谁多之后呢 大家有一个心 然后就可以把身心障碍者的朋友的交通 可以做解决 最近因为失业潮的关系 所以社会福利也发挥很大的功能 我在去年的9月 因为我常常上internet 我去看各国的新闻 我也看CNN的新闻 去年的9月 有一天礼拜六的晚上10点钟 我把所有的新闻都分析完之后 我说完蛋了 经济衰退来了 失业潮开始了 我当天晚上10点钟打电话给我们的社会局的理局长 我说你明天是礼拜天 但是请你们同仁加班 找劳工局 找民政局 找卫生局 找教育局 这几个局处是呢 全部你们明天加班开会 做一件事 当失业人口增加的时候 我们怎么解决失业人口所有的问题 还有他有什么问题 就我们的同仁就礼拜天就加班 在今年的1月1号 我们就成立了一个 其实是照顾失业者朋友的 叫新希望关怀中心 因为我们不希望用失业的照顾 我们不要让他感觉到他是失业的人 我们给他是新希望关怀中心 我们希望他有尊严的来找我们协助 我们让他有信心的回去 所以这里面的照顾呢 就包括了第一个 帮他找工作 第二个 真正没有工作 他的生活的费用帮助他 第三个 小朋友的念书帮助他 第四个 心里面需要协助辅导 因为有些人没有工作 没有信心 想不开会自杀 所以我们就找了所有的宗教团体 甚至包括什么佛光山 慈祭 基督教 长老教会 天主教会 还有包括法谷山 他们来帮我们做心理的辅导 用宗教的力量来协助 我们自己卫生局也有心理的辅导 然后最近我们发了一个叫 新希望关怀卡 就是反正你来的 没有工作的 需要的 我们给你什么 第一个 看病免费 看病不要钱 第二个 我们有个幸福银行 你需要吃的 你需要穿的 你需要家具 床 电视机 电冰箱 我们都可以提供给你 因为我们有个幸福银行 就是民间捐了这些物资来 你需要什么 你只要填一下 我们都会送给你 这第二个幸福银行 你可以 第三个 小朋友念书的学费 代办费 营养午餐 课后辅导 我们全部免费 所以我们又编了将近三亿的钱 免费照顾他 然后他所有的吃的 以后的交通 甚至你要找工作 我给你四次的补助 每一次还给你车费 这样子全部的照顾完 让他都知道之后呢 我相信他就不会去 怀忧上志 甚至说失业的时候 他的痛苦就没办法解决 然后呢 我们现在开始 甚至我们县政府的科长级以上的同仁 他还要去做家户访问的志工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常常定一个政策 并不了解实际会发生的状况 你要走到第一线 去体会 去感受 去了解 你才知道你的政策会怎么定 你的资源怎么给 否则这些政策资源定出来 都是交不到人家手上 温暖不了人家的心 同时更重要一点就是 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同仁 大家都能够将心比心 所以我们最近还会有一个 叫做把爱传出去的 运动 让全台北县县民一起动起来 你有 你每一天 你有空余的20分钟时间的话 你去关心到你周遭的人 你有多余的物资 请你捐出来给需要的人 然后用最浅诚 谦卑的心 去关心照顾 那些需要照顾的 失业的人 我们希望用这样的一个态度跟观念 带动整个台北县 每一个人出来关心周遭的人 因为有许多失业的人 生活困难的人 他不会出来的 他会躲在很阴暗的角落 然后到最后他会逐渐的沮丧 逐渐的绝望 你一定要去给他温暖 主动去找到他 然后我们也提供一支专线电话 叫1957 这支专线电话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功能 我们每一天平均大概还有300位 300位到新希望关怀中心来 或者打电话来 请求我们来给他生活上的协助 这个不是说已经得到协助的 每一天还有这样新的两三百位的人来 然后慢慢慢慢普及出去之后 大家开始有一个观念 这个社会会变得很温暖 为什么 政府或许资源有限 可是民间的资源无穷 大家都有这样的爱心跟关心的时候 这个力量结合起来 这个社会上就会温暖 就不会有人去想走着绝路 我们也慢慢在学习 我必须不会远的讲 所有的公务的同仁 在过去的观念 跟现在的观念就完全不同 我最记得新希望关怀中心 成立的那一天是元旦 我记得那时候连放四天的家 很多的同仁就抱怨 说为什么我要来上班 但是等他工作了一天两天之后 他说谢谢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 因为这些人我帮助他 我很快乐 我觉得很光荣 我能够帮这些人 你知道这个心情的转折很不同 所以现在幸福的同仁 跟大家都愿意去帮忙去做 社会的福利 社会的关怀 社会上这些事情 逐渐逐渐的就变成形成了 然后大家就会喜欢这样的一个工作 然后我相信这个社会 协助度过这次的经济衰退 跟失业的危机 台北县应该是说准备好 那大家应该可以过得很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